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沙拉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好 然后的话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创业的人 他们都非常的厉害 而且呢也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那些指导 我们在52个小时来做一个非常牛逼非常好的IT的一个项目 大家乐在其中吧 也非常非常高兴 我自己从沙拉中获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 我觉得我在这里认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是创业路上的朋友 然后呢第二个是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 就是创业者是虽然创业路上很苦逼 但是创业者是有那种永远不怕输 永远极其向上的那种精神那种激情 就是这种正能量一直一直在鼓舞着我自己 一直很受用 强一点 步入时时飞着的干两天 接下来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实际上有很多人会跟我一样 他们有创业想法 但是呢他们可能会缺乏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去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去想 所以我做这个事情的话 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创业沙拉的一个活动 能够去把你的idea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测试 并且呢也还有很多一些人的话 他可以在这个里边去吸收到很多一些新的资讯 一些对他有价值的东西 从这些创业者的这个52小时这个活动过程中 首先呢第一点 我看到了三年前的自己 我觉得那种激情 然后很让我感动 然后作为一个三年的创业者 其实有点老油条了 可能激情已经在适去 然后通过参加这样一次活动 又再一次把我一个唤起自己那种梦想的时机 因为经过这三年打磨 让自己慢慢地把一些棱角 还有一些所谓的梦想 然后觉得应该现实一点 但事实上我想 真正的如果你想做一些改变事情的事情 激情还是要有的 梦想还是要有的 其实还蛮感触的 因为其实这项目是这个五个多月之前已经开始了 然后那时也是在找伙伴找的蛮辛苦 今天我估计应该终于找到伙伴了 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如此有执行力 如此有狼性的团队 你想想看一下14个人 加我15个 我们从来没有认识 从来没见过面 然后就在那几个小时把文件弄好 把那个地理的那个店铺都搞好 然后直接全部人就出动了 刚才打电话找陈朱芳去打电话 然后还有8个人马上就去找店铺 然后回来6个小时 6个小时过后回来就有60多家店铺 再来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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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时间 再来一段时间 再来一段时间 快了